HELLO 大家好 看到港股今天继续状态大涌 今早早一度升近700点 上到26,000点的水平 我们看看今早早恒指的走势 恒指今早早高开564点 之后升幅曾经略为收窄 只是升493点 低位见过25,909点 但很快就重拾动力 最多升超过697点 高见26,113点 而今早早的成交很多 看到半日已有超过841亿 恒指中午收市升610点 收复26,026点 而国志升234点 收复10513点 今天我们请了嘉宾谭智乐 HELLO 和我们一起谈谈 HELLO 你好 Lewis 你好 看到市场今天继续有打 主要是因为一个电话 特朗普昨天在推特上说 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整个交谈非常良好 还讨论贸易问题 对北韩问题也有良好的讨论 两个人也计划在亚根廷G20的峰会上会面 之前还说不再是朋友 现在又通电话了 关系是否有点曝光呢? 是否真的那么乐观呢? 这个电话的确令市场出现一个很大的变数系统 特别对于中港股市来说 带来反弹支持作用是大 但留意亚根廷G20峰会 起码11月尾才会进行 距离峰会现阶段来说时间是很长 这段时间是可以出现很多的变数在 特别说现阶段美国11月份 也都踏入一个中期大选的情况 你看回特朗普的言论 特别说近一个星期 言论是非常之激进的 甚至说他都经常提及到股市 会不会借着这些因素 纯粹是帮他拉选票等等 有这个可能性在 但当然这一刻大家会觉得有个变数在 未来有机会下一批的美国关税 推不到出来 可能你说贸易协议有机会达息 甚至再乐观一点 之前推出了那些关税 有机会推翻甚至改变 但是大家会不会因为这个因素 而有一个冲径在市况 结束调整整个因素 如果说出现180度转变 即是说关税甚至推翻的话 当然市况有机会出现这个大反单 但我不看得这么乐观的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看回特别中方近这一两天 其实你都看到 那个言论特别对美国的态度 其实仍然是相对地比较强压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说内地方面 不会突然间短短在这个月内 会突然间态度180度转变 和美国达成协议 同样地美国 是不是真的说会突然间放软的态度 中波不需要做太多让步 未来就不推关税 我觉得机会不大 所以我觉得只会解读上面 真是纯粹在中期大选前 去争取民意等等 而你说这个炒作可以维持多久 事实上距离的峰会 仍然有一个月的时间在 所以这一刻我觉得短线 就是看一个星期这些时间 这个因素对市况是会有个支持障碍 但是跟之前的政策一样 如果你看多一段时间 譬如看到下个星期 都见不到有任何转机 或者有进一步的消息出来的话 市况是会有机会随时掉头向下 同样地美国的一些风险因素要留意 今晚美国出的飞龙就业到对 可能对后市来说 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震荡或者启示 大家都不要太过兴奋 都要小心一点 我见到今天市场上26,000 就杀了不少熊仔 25,700和26,000的重货区都杀了 下个重货区看一看 在26,300点 你又看现在是否要杀多一阵 下午还有没有力再冲上去 这一轮反弹除了借着消息之外 夹淡仓我都相信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你看回特别今年第三季开始的调整浪 往往见完今年的伸低之后 反弹的幅度 可以短短三个交易日 甚至五个交易日内 可以弹成一成 甚至有些股份可以弹两三成的 今次这一轮反弹势头也都见到 一些蓝筹股当中 可能跌得比较多的信与光河 这类型 由低位算淡了三成多 所以夹淡仓的动作是会有 但是夹到多少了 我会一步步向上看 现阶段26,000点的意义 不是说真的十分之大 最关键现在阻力位 看回10月22日的高位 大约是26,200了这些水平 如果升穿26,200的话 整个反弹势头 有机会可以继续做好 正如之前所说 始终距离峰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特别在11月上旬这段时间 是可以有很多憧憬继续出来 所以暂时反弹势头 有机会继续突破26,200 我想整个反弹势头 有机会弹到接近27,000点 好 我们看看人民币那边 中美关系有些转机 人仔也看到今天有些反弹 人民币中间价报6.937 上个交易日上升299点 离岸价今天一度升破6.91 不过今天早上有点回头 其实人民币首七保卫战 是否现在仍是积极呢 大家是否也不用太害怕会破7 这一刻的确 你特别看到昨晚人民币大弹 短线来说 大家也不会再担心破7 相关的风险因素 但是要注意 人民币和市况的关系是一样的 如果大家看到未来中美的贸易关系 有机会有个转机 几乎上资金不会再不断走资 甚至有机会达成冲境 经济增长预测强劲 流入到内地市场上 A股回升 有这个可能性在 但是正如刚刚所分析 其实要预料中美贸易 一个新的突破 要有个转机180度改变 我真的不会那么乐观的 所以人民币 我觉得短线来说是会弹一弹 但是跟市况一样 我觉得不会弹得多 整个贬值势头 很大机会 仍然会持续 特别说今晚 如果看到美国 飞龙就业数据很强 大家在估计 10月份的申筹增长 按年升至3.1% 如果有这么强劲的经济数据 表现下 美元走强 人民币也会有机会贬值 看到人民币刚刚已经破了6.9 人民币今天表现强势 A股今天也做好 上证指数中午收市升31点 收到2637点 A股今早表现挺硬 今早北向资金流也很强劲 半天淨流入超过90亿人民币 一个投资气氛 似乎大家由观望审慎 开始变得乐观一点点 你又看A股短线可否再上升 跟港股一样 短线会有反弹势头 第一方面 如果贸易战争出现一个 大的转变点 大的转变 内地基本可以肯定 6.5%的经济增长 会有步伐 在下年也有机会维持到 但始终我看法不乐观 所以反弹过后 我觉得仍然有一些风险因素 而且近期内地股市做好 除了贸易战这个因素之外 最重要内地真的有很多 救股市救经济的相关政策 在暴力救市的因素带动下 股市短期来说 真的表现未必会太过差 但是反弹幅度有多少 我想短期来说 真是很取决内地对于贸易战 未来的看法 或者是态度的转变 如果态度仍然是强硬 最终达成不了任何的公式 反弹势头也有机会取市结束 但是这一刻 会建议大家 譬如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 都会有条件 望回到2700点楼上的位置 好 我们很详细说了大市 不如看看一些个股 或者腾讯 今早又再爆升 一开始上升280元的水平 之后越升越多 高见过298.8元 逼近300元之后回吐分 中午收市都升超过6% 收到296元 其他的科技股都做好 信与光学就继续升 升穿20天线 连升四天 中午收市都升到超过7% 我们先讲一讲腾讯 腾讯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 提到要扎根消费网 互联网 以及拥抱产业互联网 又宣布推出云启产业计划 全力帮助产业互联网 正式发布短视频平台有视频 短视频是未来的重要方向 新游戏审批遥遥无期 手机业务表现下跌 现在重整新战略 对腾讯业务是否有帮助 过去一年 腾讯业务发展上努力尝试游戏业务 以外的新发展 但我看法是比较悲观的 始终说到这一刻 或者未来一两年 游戏业务也好 或者是社交网络广告那些平台业务也好 特别是消费互联网业务 其实这方面 对于腾讯的盈利贡献始终是很大 未来这个行业转弱 公司面对着盈利增长放缓 甚至倒退的风险 仍然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不会说是因为近期来说 公司转型的消息 带动到股价反弹 其实你看看这一轮反弹正如刚刚所说 很多股份由低位计反弹一成两成左右 是 腾讯由低位计反弹的幅度不多 但是与此同时计 由高位跌下来计 在新经济股当中 之前讲的科技波网股 它的跌幅也相对没那么大 所以整体现言 我觉得腾讯股价的表现 和大致上现阶段港股的气氛 大致上相近 都是不排除做一些夹淡仓 或者相关补仓的活动在这里 但是你说当腾讯股价 上到300元流上这些位置 我会担心股价 会开始慢慢地霍现出来 所以部署策略上面 会建议大家 300元流上 如果还有货拿了很久的 开始逐步地移出来 因为如果11月14日 未来公布出来的第三季业绩 看到一些风险因素在这里 包括公司近期来说 加大一些云计算等等 相关的因素 其实很大机会会导致成本 无利率 有个下跌成本 有个急升状况 大家如果看到 未来腾讯的盈利能力 再进一步有个放活 甚至倒退的风险在这里 股价仍然有条件 在短时间内大幅向下收挑 所以都是要小心一点 大家在现在这个水平 都不要急于去追货 追货更加不建议了 始终在这一轮市况当中 其实你是在说新经济股 真的还有一个调整空间在这里 只不过之前跌得比较多 所以导致在夹淡仓 或者补仓这些活动情况下 会有一个明显的反弹在这里 但就算淡那么多 你看到图表形态上面 完全不属于一个转勢格局 甚至说能不能够上300元这些水平流上 我都会有个疑问在这里 你说真的在说腾讯要转勢 起码要上350元流上这些位置 所以是300元流上这些水平开始 我会建议特别多货 逐步逐步退出 即是上到300元有货的观众 可能要先行获利先 走了才好些 另外我们看看手机设备股 苹果公司公布了第四季的季绩 淨利润有141亿美元 按年增长超过三成一 盈利和收入都高过市场预期 不过看到期内主要的产品 iPhone的销售差过预期 第四季的销售 卖出大约4688万部 少过市场预期4750万部 苹果还表明之后 不会公布iPhone、iPad、Mac每季的销售数字 苹果盘后股价要跌超过6% 去到207.81美元 瑞昇明显升不起 瑞昇11月8日 便会公布第三季的业绩 德银相信会受惠 苹果推出的iPhone、XS等新产品 第三季的收入会强劲 但第四季便会回落 短期瑞昇股价都会摘幅上落 长远 即使相信瑞昇可以持续增长 但升学业务竞争都加大 所以便削今年至2020年的盈利预测 并且将目标价降三成 由118美元降到82美元 瑞昇你又是否看得这么淡 其实都会建议小心一点 因为特别是瑞昇方面 很受大家对苹果公司的预期所影响 其实今次苹果的业绩 我想大家最大的问题 是说它未来未来不公布的销售数字 内容细节 而大家的解读方法就是担心 未来的销售表现会很差 因此不去公布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预期的情况下 瑞昇的产品销售在未来一季来说 可能会更加悲观的 始终你看到苹果最近新出的新产品 三部新机 基本上只有一部10S Max 相对地的销售量是比较好一点 10S的销售量和10R的销售量 都是比较差的 所以未来来说 瑞昇的产品的出货量 不会预料有一个很强劲的表现 而最重要的 毛利率还有一个很大跌的空间 所以因此 为什麽这个版法整体仍然 就算它的技术含量相对比较高 估值都零零射射比较低 最主要担心大家的毛利率 会有一个大跌空间 所以未来瑞昇第一方面 季绩的表现是关键的 但是在一面利淡的因素下 其实都会有利好因素 包括大家一直在说这间公司 当人民币贬值的情况下 其实它是相对比较失惠 海外业务战比较大 再加上现阶段贸易战那方面 有机会出现转机 短线的股价走势 又未必是太过差 但是如果有机会 真的弹到接近70元这些水平 水星科技 我都建议70元楼上开始减持 那信誉光学又怎样呢 看到这几天其实弹得很厉害 今天中午收市都升到超过7% 其实这几天股价都升不少 你又看这个升势 又是否可以继续下去呢 信誉光学特别明显 就是说由低位计 差不多弹了3升左右 始终说相对地 苹果公司未来销售做得弱 对它来说影响相对地没那么大 所以今天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可以跟逐市况反弹 但跟市况一样 如果短期来说 之前说行指升不出26,200 会开始有个隐忧 随时有机会掉头向下 同样地 信誉光学弹了三成多 有机会都掉头向下 所以80元楼上这些水平 信誉光学如果还有货 我都会建议大家逐步减持 另外我们再看看赌股 10月份澳门赌收 按年只是增长到2.6% 去到273亿人民币 澳门元 差过这个预期 不过赌股今天继续升 正和见到银鱼和金沙中国 中午收市都升到超过7% 永利澳门更加升到超过9% 澳博升超过5% 美高煤中国更加升超过一成 大行都说赌收表现差过预期 瑞银说虽然十一黄金周表现强劲 但贵宾厅表现似乎都较正常的情况疲弱 部分原因都是因为内地高级官员 去到珠海主持港珠局大桥的开通 预料11月的赌收按年会持平 大摩都说 相信数字对市场来说应该是负面 预料11月的博彩收入 按年增长到6% 不过去年的基数价为高 所以仍然要采取一个审慎的态度 特别是受到内地经济和消费者需求放缓 人民币贬值以及一些贸易战的影响 至于摩通说虽然10月的数字不太靓 但也不是出负大家的预期 预期11月的赌收将持平 12月会恢复高低单位数的数字 又说澳门赌股企业的价值倍数是10倍 比2015年大跌市的时候 相信现在非常便宜 强烈建议大家加入赌股 10月的赌收表现不太好 不过赌股今天不太理计赌收数字 继续大升 大刊对于11月的赌收也不抱太大的期望 内地经济的下行压力亦是大 你又怎样看赌业的前景呢? 毫赌股短线来说表现也不预期 因为大家只要有这个看法 你会不会觉得很惊讶? 因为现在毫赌股最大的问题 未必是整体博彩收入的表现 大家最担心最忧虑的是贵宾厅业务表现 10月份的博彩数据 差过市场预期 相信最主要是你的原因 因为整个10月份 港澳的旅客人数 是有个很强劲增长的表现 中场就算去到2019年 表现也不会差 至于贵宾厅业务做得差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亦都是受贸易战影响 大家会担心贸易战直接影响 内地一些商家 整体的业务状况表现 从而直接影响到贵宾厅收入 整体表现 而看7、8、9月份开始的数据上面 已经在反映着这些状况 而短线来说 贸易战不会这么快 有个180度转变的状况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 11月份的博彩收入数据 都不会好得去变 但今天整体整个板块 出现一个这么明显的反弹 最主要原因就是 之前提及到的集特会等等 如果未来贸易战真的有机会出现一个转机 这个板块有条件出现报复式反弹 因为贵宾厅业务 只要情况不是那么悲观 内地的经济能够稳定住增长的话 其实澳门博彩股的股值 有条件马上提升 但刚刚也说 不会冲景贸易战有180度转变 所以澳门博彩股只会建议短线 可以看好一点 要短线去做一个部署 但我看到有观众 也想特别问一只金沙 有几位观众都问同一只金沙中国 有观众就问上网可以多少 也有观众都问可否上去40元 40元就不是完全没有 因为最主要是如何解读 你未来的中美贸易战的整体表现 如果真的比我预期中 可能比较悲观 可能你见到最终能够达成共识的话 但回到40元这些位置绝对不难 但我不会这样的希望 所以这一刻我只会建议大家 可能达到36-38元这些水平 开始慢慢地退博 但始终要留意 如果你是这么多只豪赌股当中 金沙中国我相信已经是表现最好的 因为始终说中长占比相对比较大 在这一刻对豪赌股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所以金沙中国其实你持有的这一刻 继续持有 我觉得都应该问题不大 我们再看看其他观众的问题 有观众也想问一些就是医药股 看到有观众想问1177 中国生物制药 他想问现在看到中国生物制药近来又升了 想问现在这些水平又可不可以买入呢 其实这些位置再追 我觉得直播率很不吸引 其实就算跌到之前的低位 跌了很多 其实论股价我都觉得是贵 三十多倍PE 很大的下调空间 只要市况前来未来少少利淡因素明显转差 包括之前提及到一些冲警 习特会来未来的可能贸易战冲警 略为狡猛了 甚至说内地见到未来 对于医药行业的扶持政策 有少少放慢的扶持政策 出到在那里 其实股值还有向下手调空间 最重要是你看回 抹抹抹抹的业绩 中期业绩那段时间已经见到 盈利增长能力不是真的想象中那么强的 所以股值随时有机会有向下手调空间 我自己觉得现家段这段反弹狼 最极其量都是看到9元这些水平 而再次低位的机会 是十分之大 这一刻我不建议去追货 好 我们今天就和阿罗聊到这里 想问你有没有持有刚才说过的股票 我没有持有的 我们今天谢谢 好 最后就和大家看一看 就是中午开市之后的市况 看到刚才也提过 人民币离岸价破了6.9 再岸价修复6.92关 人民币拉升之后 港股午后的升势都扩大了 曾经是升超过1000点 上回去就是穿了26200点 已经升穿 见到现在都升近超过900点 在26300点以上的水平 今天的午视博役来到这里 下午收视有继再见 拜拜